新西先生的最佳明度 有一些弱跡弱来 有时好像跟他很近 有时是要跟他有距离 你进去就会了解 要深入了解 出來就是用客觀的態度去看 當一個被攝者看著鏡頭的時候 裡面包含很多東西溝通 令大家有距離越來越近 我是Winggo Tank鄧巨詠 從事攝影行業30年 拍攝任何東西 你需要都要對它了解 有些物件放在那裡的時候 你會想到那些物件 它曾經經歷過那些什麼 曾經哪個人是屬於擁有的 你看到一個人 會想像它是什麼 想像它是什麼性格 然後你會有個故事 你會想到它是怎樣 我這個項目就叫做物流物流 看到東西在動 就是一段物流的一個過程 你可以兩個解釋 你可以解釋 你可以解釋 你不要走 或者不要留它了 不同的人 它是一個不同的想像 我做事這裡 一出去看看 就已經是一個回收的地方 很多輛車都這樣運動 然後東西上了船 一邊去了車輛 不知道去了哪裡 所以我從這裡開始 我一直都想把這種感覺 我在觀察的時候的感覺 令到更多人可以看到 我便做了一個這樣的紀錄 其實這個工具的做法 都是一個客觀的 這個其實就是一堆玻璃瓶 打碎之後的玻璃沙 它有不同的形狀 有不同的大小 不同的處理狀態 這個就是一堆玻璃瓶 放在那個位置 你細看它有很多不同的 有水瓶 有酒瓶 狂歡了一晚之後 他們現在就坐在那裡 很凋零 好像一些人 它好像有自己的存在 那個專業 現在的生活流星 很多是沒有必要的消費 很多人的生活的意義 就是在消費的過程裡面 去找到 網上買東西的那些 市場大到不得了 科技一路去演變的時候 改變了大環境 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 你拍攝的東西 你當它有生命 它現在的生命 好像在垂死的狀態 你看到它好像在掙扎人 那種感覺 攝影就是一個媒介 當你了解了這個媒介 其實它跟你用其他東西 表達是沒有大分別的 只不過是 你是不是要用其他東西 有心去觀察 或者了解那件事物的本質 就算你要寫一個文章 你也需要了解 還有你有一個想像 影像是有一個力量的 這個力量好像一種 無然的一種教化 無然的一種感動 放在那裡的時候 給你一個震撼的感覺 雖然是一種感動 你也有誇張 你也有預告